其实呢我们人类在记忆东西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有聊过一个东西 叫做七的正负二这个理论呢 它特别的去解释了我们人其实是有整理归纳的能力 其实是我们的大脑虽然一次最理想的记忆是 七的正负二也就是五到九个 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呢你可以把它分组去记 那你就得无穷多组的去记忆了 这就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那有时候那么多组最后会忘记 也的确所以你必须要让它有一个目录 在你的脑袋中去产生这样的记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考试之前要做自己的笔记 就是把自己的目录做出来 当你大脑每一个记忆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东西 它都是透过分门别类的方式 整理在某一个位置当中 而这个位置你用实体的形象去想的话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好像保险柜一样 放在某一个抽屉当中 而你手中的那一把钥匙 就是你对于所有的记忆的东西的一个关键点 也就是那把Key 你要怎么样用一个关键的钩子去把它勾出来 去把这个东西从你的大脑的某一个角落 把它拉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大脑记忆的一个线索的关键 好的今天我们要来跟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忆挑战 欢迎你来跟我一起来做 首先你会看到现在我的画面当中有一张图 这张图里面总共有十亿个物品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我可以在几秒之内记住它 首先我要先跟你讲 我没有预先作弊 我数一二三之后 你就跟我一起来记忆 然后我们等一下看 我们可以回忆多少个 一二三开始 好 我们现在来实验一下 总共洗一下 帽子 眼镜 烟 然后 内衣 外衣 内裤 皮带 长裤 刀子 手枪 鞋子 是不是正确呢 好 我想是正确 刚刚我在记忆的当中 就是运用了什么 运用了位置的概念 运用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去把这些东西把它完整的记下来 如果你是用背的 一样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远远没有我刚刚用的这个方法呢 来得自己的更牢靠 这个就是一个记忆很有趣的地方 你可以运用你的身体 运用 归类 把它想成这是一个身上的配备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归纳 就把这一群东西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东西呢 把它整合了起来 让它有了关联 这个就是记忆当中 位置的一个重要性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也会跟你介绍所谓的记忆宫殿记忆法 这个记忆法呢 我们必须要在之前 先把我们之前的教导给你的这个记忆法 我们先把它熟练 后续呢 再把前面所学的这些记忆法呢 把它整理到这个记忆宫殿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效率就会快很多 所以我们的学习是有顺序性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的内容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耶隆 我们下期见 拜拜